这是一只新叔叔 代号叫野生二号 一只小白熊 但是不是很白 他老口有点发黄对吧 他和这个野生一号一样 后期可能会被选入这个野生仓鼠员 他们将生活在洞穴里面 生活在石窟里面 或者自己去建造 属于他们自己的小洞穴 当然还要等一段时间 还没有建造完成 耶 这小子还挺坤的 野生二号 野生二号 是周末困惯他 后期可能是他入住 也有可能是他入住 或者两只一起入住 是依据他们的身体素质来做判断的 咱们这里还有只阿花 出来 阿花 来来来 出来出来 阿花是本鼠王从小亲手养的 所以它是鼠原最乖的鼠子 以后主要是住在笼子里面 但偶尔是可以给它放风的 除了个一号鼠原 或者去户外学 都可以啊 让它玩一会儿 这是没问题的 来 水水 上来 水 再给你 这样 你吃 哎呦 这个岁鼠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成年岁鼠 可以用这种铁丝龙样 这是没问题的 但幼仔就不需要用这个亚克利罗啊 因为这个缝隙才小 看到没有 这个铁丝龙的缝隙 对于幼仔来说 就有点太大了啊 以前就发生过这个 岁鼠越狱事件啊 所以各位要小心一点啊 养岁鼠的朋友啊 我会放过这个 终于 这种铁丝龙的缝隙 所以我们下来